古代的皇帝为何不选择水嫩貌美的宫女来伺候自己 而是喜欢把太监当成贴心小棉袄呢 究竟是怕自己吃不消 还是为了遮掩什么不可告人的怪癖 古代宫女选拔极为严格 丑的不要 矮的不要 老的也不要 还得家事好 会狮子 会绣花 如此一来 宫女们都算得上是国之家里 可为啥皇帝还是总喜欢宠幸太监呢 原因有三 一 要保证皇家血统存证 虽说选宫女不是选废 但历史上宠幸宫女的皇帝还真不少 不管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 还是四五十岁的老头 男人的风流本性都是一样 身边要是常年站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少女 一旦皇帝冲动 留下龙肿 宫女又变成为宠妃 那就不只是后宫要乱了 朝廷天下都得跟着乱 第二 宫女会对皇帝造成干扰 如果一个人身边天天美女环绕 那她的气色一定不怎么好 为了天子身体着想 皇帝的妻妻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只可立一位皇后 九位嫔妃 以及七七八八各类妻妻 共一百二十一人 绝不可超过这个数字 嫔妃侍寝也有次数限定 内务府都会登记在册 当然也有一些不知死活的皇帝 例如清朝的统治帝 一天到晚沉迷美色 后来竟患上花柳病 十九岁便暴毙而亡 还有末代皇帝溥仪 她从小无人管束 只有一群宫女照顾她 宫女们久居后宫 很是寂寞 每晚都去找溥仪玩耍 直接把人玩到段子绝孙 你说狠不狠 第三 用宫女非常麻烦 古代宫女的作用其实不大 要么洗衣脱地 要么给嫔妃化妆梳头 可皇帝的人得去宫外宣职 或是问问老臣 督查战况 这些事在古代是不可能交给女子去办的 连皇后都不能随意出宫 更不用说宫女了 倘若真有糊涂皇帝重用宫女 那些御妇老臣能直接把朝堂给掀了 这便是宫女不适合当心腹的最大原因 他们没法在政务上帮到皇帝任何 相比之下 太监就好用多了 首先血统这事就不用担心 太监早已算不上男人 无法与嫔妃们勾结 哪怕是皇帝有断袖之癖也无所谓 反正太监又生不出孩子 其次 太监作用大 瘦弱的宫女是没法抬轿子的 还得男人来 太监虽然被静了身 可力气还在 搬住物抬仪杖等体力活不在话下 那些受宠的太监就更牛了 多数都有一身武功 能保护皇帝 还能帮皇帝去干一些 想干却不能干的事 最重要的就是 太监的职业生涯长 清朝宫女到了25岁 就要出宫嫁人 但太监无子无孙了 无牵挂 进了宫就只能依靠皇帝 一辈子当牛做马 毫无怨言 一个是心思难测的美女 一个是忠心耿耿的男仆 是你 你会选择谁